这款Galactive透明软胶是以最新技术制作,比一般的吸胶,凝胶拥有更优秀的吸震效果,而且即使全天候使用也几乎没有弹性疲乏的现象,即使长时间久战,久行,也能维持相当稳定的舒适度。 类似肌肉的质地虽然柔软,但却也相当扎实,踩在鞋垫上时不会有浮动感,特别适合脚部缺乏肌肉与脂肪的人使用。 除了全脚缓冲之外,还有足弓支撑,前脚掌,后脚掌的防滑设计,能解决大部分穿鞋困扰。 如果爱鞋的鞋垫已经老旧,这款软胶垫会是相当不错的替换后补。 Superfit的两位创始人是以滑雪设备以及人工艺之起家的业界人才,对于人体工学的了解相当透彻。 创立品牌以来已创造出超过40项专利技术,旗下鞋垫商品获得美国足部医学协会认证,缓和双脚不适的效果值得信赖。 鞋垫采用独特的四分之三剪裁,不仅比全片式鞋垫更容易安装,保护效果又优于,只有半片的脚跟或前脚掌势,有无缓冲重心集中于后脚,跟与足弓,推荐给站立时重心较偏后侧者。 全透明的凝胶垫带有时尚的微紫色,即使是穿着罗马鞋,高跟梁鞋,鱼口鞋也不会影响美感。 前脚掌与后脚跟处均硬有压力导流曲线,蜿蜒的凹槽已放射状排列,可将全身体重施加于脚上的力道向外分散,平衡整只脚的压力。 足弓处有些微隆起,能在不造成异物感的前提下提供支撑。 平常只穿平底鞋的人,也能很快适应,特别适合偶尔才穿一次高跟鞋的人使用。 乐活式是由三位纽西兰附建科专家创立的品牌,主打使用医疗及材质,以最简单的设计与构造达到最佳的效果。 这款前掌型鞋垫采用高分子凝胶制作,质地扎实且服贴度高,不需依赖粗糙的纹路就能发挥强大的抓力,久站,久走时脚底也不会印出难看的红印。 由于鞋垫只有半片,既不会影响后脚踝鞋垫的安装,又能与整片式鞋垫搭配使用,适合用于提升鞋子的和角度。 标榜台湾精工制造,以最顶级的头层牛皮搭配MIT弹性乳胶,兼具美感与缓冲性,针皮层除了能够吸汗以外,还有防尘防脏的效果,并且耐摩擦,耐拉扯,比一般针织表部更能承受长时间,高频率的使用。 鞋垫厚达10毫米可稍微增加脚背与鞋身的服贴度,有助恢复宽松的旧鞋的合角度,最棒的是鞋垫外缘可自由剪裁,且没有难看的剪裁虚线,推荐给在意美观的读者。 此款独特的七分鞋垫设计只涵盖后脚跟到前脚掌,因此穿鞋时不会影响到脚趾处的触感,垫上鞋垫后走起来依然有踏实感。 加上其低调的米色设计与皮鞋,凉鞋常见的内里颜色接近,因此也适合应用于会露出脚趾鞋款避免穿帮。 表面上贴了一层陆皮绒帮助吸汗,防止流汗时狡猾的现象。 但需注意鞋垫的粘胶在某些材质上缺乏附着力,用于特殊材质的鞋款时需要另外准备粘胶。 这款缓冲贴长达10厘米,可用于包覆,最容易受摩擦的后脚踝,或是贴在双脚拇指与趾骨之间,减少拇指外翻处的二度伤害。 既不会影响鞋底的外观,又能达到提升舒适度的效果,尤其适合用在鞋型稍微不合脚的高跟鞋上。 不过长条缓冲贴的宽度多达2.8厘米,比很多鞋子的固定扣带还要宽。 穿着高跟凉鞋时容易穿帮,仅适合用于后脚跟位全包式的鞋款。 这一款高跟鞋专用鞋垫为脚跟型鞋垫,0.2厘米插薄剪裁可实现几乎无违和的缓冲。 而且鞋垫内的减压凝胶能够减少集中在脚跟的压力,减轻穿高跟鞋行走的负担,适合酒站食堂痛感集中于脚后跟的读者们。 鞋垫的背部具有粘性颇强的双面胶,因此不用担心鞋垫在行走过程中位移,但是如果不喜欢有粘胶残留在自己宝贝高跟鞋上的话,也许就要多考虑一下了。 穿新鞋时即使在小心防范,总是会有无法预料的摩擦点产生,往往得磨出水泡或鸡眼时才会发现问题点。 而这款鸡眼贴正是为了护理水泡与鸡眼设计,可直接粘在脚上,利用镂空设计将伤口四周的空间撑开,避免二次摩擦,亦可贴于鞋内缓冲容易造成摩擦的部位。 小巧的造型也方便随身鞋带,穿新鞋外出时可放在包包中,临时脚痛时便可马上抢救。 但是粘胶只有一次性效果,无法长时间发挥缓冲作用。 这款T型贴宽边为8.5厘米,全长可达13.8厘米能完整包覆后脚底到脚踝的部位,不仅能同时舒缓脚痛,预防长水泡和鸡眼,一体成型的设计也让两部位的衬垫更稳定不位移,较不容易出现半途脱落的现象。 适合走路速度快,需要穿高跟鞋四处移动的工作。虽然超宽的脚踝贴设计防护力十足,但若遇到鞋包较浅的鞋形时,T型垫的上缘容易外露,粘贴时可能需要视情况修剪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。 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